吹牛大王力险记 第九章 左右风险 大约六个星期之后,我们成功抵达了西兰,并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悠闲自在的时光。 一天,西兰总督的儿子约我一起去打猎,我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,并立即和他出发了。 我们一起来到了附近的一片小树林里,想看看能不能打些野鸡或者野兔什么的。 那天非常热,不,应该说西兰的天气一直就比我的家乡要热多了,这让我很不适应,所以不多久我就累了,越走越慢。 而那个小伙子却是土生土长的西兰人,而且体力充沛,这种天气对他来说完全不是问题,所以他一直走在前面,忘情地寻找着猎物的踪迹。 很自然,我很快就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,再接着,我就再也看不到那个小伙子的身影了,我迷路了。 没办法,我只好来到一条水流湍急的河边,想坐下来喝点水并休息一下,可我刚一坐下,就听到后面传来奇怪的声音。 我转身一看,天哪,一只剑瘦的狮子正虎视眈眈地看着我呢,看样子,他已经将我锁定为目标,并准备随时发起攻击,好把我变成一顿丰盛的午餐。 惊吓归惊吓,我可不是那种乖乖缴械束手就擒的人,于是我拿起了放在身边的猎枪,做好了滋味的准备。 虽然枪里只有几颗只能打兔子的线弹,可我还是想搏一搏,只是行动要万分谨慎才行。 当狮子一步一步朝我逼近时,我选择了朝这个家伙开枪,因为我想着,就算不能把他怎么样,至少也能吓一吓他,这样我好趁机逃走。 可是很快我发现,我的如意算盘落空了,这头狮子可不像绿野仙踪里的那头一样胆小,相反,我的枪声反而激怒了他,使得他马上怒目切齿地朝我扑了过来。 天呐天呐,现在除了逃跑,我想不出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了。 可是,我刚一转身,发现身后正埋伏着一条凶神扼杀的鳄鱼,这个家伙正张大嘴巴,等着我自投罗网呢。 这时,你们一定会说,不是还有左右两个方向吗?随便往其中一个方向跑啊。 嘿,要是能跑,我当然不会傻站着。 可现在的情形是,左边被那条河挡住了去路,右边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深盘,我到底是得罪了哪位神灵,让我置身于这样的危险当中。 狮子似乎看出了我的处境,瞅准机会就扑了上来,我心想着完了完了,这回怕是躲不过了。 接着,本能地闭上眼睛,并抱头蹲了下来。 我甚至开始想象等会儿鳄鱼和狮子抢夺我的身体时的恐怖情景,那一定是惨绝人寰,让人无法直视的。 我又想到了我曾经的辉煌,我曾拥有那么多的荣耀,那么不可一世,没想到最后竟以这种方式来结束生命。 我还想到了,我想到了这么多,时间也过去了这么久,狮子怎么还没吞下我? 我壮起胆子睁开眼睛往旁边看了看,嘿,这一看不打紧,竟让我激动得手无足蹈起来。 原来,刚才那狮子扑过来时,我正好蹲下了,所以,狮子扑了个空,却直接从我头上飞了过去,落在了对面鳄鱼的嘴里。 对的,没错,就是这么巧。 而那鳄鱼似乎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,来不及闭上嘴巴,只好接受了狮子对他嘴巴的猛烈撞击。 最后的结果是,狮子的脑袋卡在了鳄鱼的喉咙里,导致一个憋得喘不过气,一个被堵得也喘不过气。 两个家伙就这么纠缠到了一起,不管怎么挣扎都无法分开,反倒让情况越来越糟糕。 见到眼前的这一幕,我高兴得已经又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,九死一生的感觉大抵就是如此吧,不过,我可不打算放过这两个刚才还想要我命的家伙。 于是抽出猎刀,快速结束了狮子和鳄鱼的生命。 做完这些后,我已经筋疲力尽了,不得不坐下来休息。 而这时,那位西兰小伙子刚好回来找我,他一看到我身边的狮子和鳄鱼就惊吓极了,连忙问我是怎么做到的。 而我虽然很得意,却实在没有太多的力气来解释了。 随后,小伙子找来帮手将猎物和我一起带了回去,当然,猎物是被拖着的,而我是被当作英雄抬着的。 之后,我用剥下来的狮子皮缝了一个烟袋,而这个烟袋在后面的旅程中一直陪伴着我,给我带来了无数艳羡的目光和赞美。 至于那张鳄鱼皮,我把它送给了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馆。 在那里,它被当作真品收藏,每天都吸引了成群结队的人来参观。 人们在对着这张珍贵的皮子嘖嘖赞叹的同时,也好奇地打听或议论着那位打猎英雄的故事。 这其中不乏一些耗试者添油加速的乱凯仪器,吹出来的牛皮连我听了都觉得脸红。 当然,这是后话了,因为当我听到这些传闻时,已经身在继续航行的船上了。 我是如此钟爱旅行,所以,再次出发是很自然不过的事情。 。